这部电影现在给我的印象就是自然 首先就是各位演员老师的演艺都特别的自然 我觉得 其次就是大家对于自然的这种敬畏 对于自然的这种归属 有很多个片段我觉得是很让人动容的 我就希望以后能够看到更多这样就是 有内容的文艺片 然后就这样 谢谢 想请问一下王静老师喜欢这部作品吗 我觉得非常的一贯的德格纳了 就是大自然少数民族跟现代生活的碰撞 每一次我都是目悬神词 我说不上我是喜欢跟不喜欢 可是就是很有兴趣就是 很高兴看到了德格纳导演的进入佳境 等于开始回归了 我觉得非常的好 您上次都把人家骂哭了 没有吧 我帮你记着这事 这个影片反映出我们少数民族题材的淳朴 非常的淳朴 让我情不自禁地和万马在学校拍的作业 进行了一个对比 静静的妈咪识 它的前半部分也一样反映出了少民族的淳朴的点痕迹 但是那个万马他在影片的结尾部分他出现了一个强情节的反转 关于这个强情节的反转他赢得了国际电影节的奖励 也就是说他较好的把民族电影和今天的戏剧性结合在了一起 那么德格纳导演的这个片子 这就是德格纳导演的一个特点吗 但是你在这个影片里头过于纯真 这个纯真是老气吗 我没有觉得我的片子纯朴 我真的没有这么想 我觉得一点都不纯朴 我不知道您是为什么会觉得纯朴 OK 或者说因为少是民族题材所带来的这种给观众的纯朴 包括刚才 这个纯朴是相对于强情节 是类型片吗 对 这个片子它没有设计强情节 所以它纯朴 对 是吗 对 那没有强情节就是老气吗 不是 对不起 我没有理解您的意思 那我 我觉得很多我喜欢的电影没有强情节 OK 好 厉害 烂马导演在撞羊之后 找到了自己的影调 那是非常高级的影调 我希望你也能尽早找到 完全的纯写实 会受一点限制 孟中老师刚才的意思可能也是我这个意思 就是说 当然它不是一个类型片 它不需要强情节 但是 它的情感钩子是可以稍微的再 勾得紧一点的 这个哥哥对弟弟的不舍 当他要走进那个仿佛一点都没有壮美的感觉的这个城市的乱糟糟的景观里去的时候 这个哥哥跟弟弟之间那个情感钩子 这个是完全可以给上的 我觉得你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不会损伤结构 明白 两匹骏马的话 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也考虑了很多 比如说哥哥是相对更彪悍一点 然后对弟弟非常严厉 因为我们后来碰到这两个角色之后 他们的那种原生态 以及他们没有演受过任何表演训练 所以我们做了调整 就有一点纪录片的质感 但是剧作上面我们并没有说就是要写的更记录啊 更记实这样子的 因为他独特的民族身份 他们内心里面 他们的性格里面 价值观里面 有很多非常自然的天然的观念在里面 所以我就说德格纳导演呢 原则上是一个走心的写意的导演 你让他讲这种强激剧情快节奏的动作型的 显然他不可能 我特别喜欢他这个标题两匹骏马 这两匹骏马来自同一个地方奔向了不同的方向 一头是坚守一头是改变 两个方向里面 我不但觉得你没有受到你这个民族题材的限制 我反而觉得你的表现是非常现代化的 因为我能清晰地看到你很大胆 你是夜戏台长 这个对于观众是不友好的 但是非常的自然 很生活流 然后你描述了整个少数民族的传统的一面 有那个神山 拜神山的 有这个转经轮 有酥油茶这些标志性的符号 可同时你关注到了垃圾问题 你关注到了旅游 我觉得为什么问他这个骏马的名字太正常了 因为在他们心里骏马是伙伴 自然是伙伴 自然是我们的母亲 为什么会出来这样一个很酷的 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女神的形象 她很酷呀 很帅呀 不是那种大家认为很古旧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恰恰代表着德格拉导演对他自己文化或者民族的一种思索 我不认为他老气 我觉得他虽然看似简单 但他其实内运很丰厚 很丰富 一个作品是不是要尽善尽美才是最好的 事实上我觉得有时候就刚刚我是还原到了一个观众的角色 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有时候长版长过短版 比没有长版更重要 谢谢袁子丹老师 非常感谢 这个我看哭了 这个两重 第一重我觉得看到了一个高原的涌碳调 我说短片 因为它短 所以它灵性可以彰显 但是难以载重 这个片子做到了载重且有灵性 我们载重来如何限定它呢 它拿入了个人体验 民族体验 我觉得非常好 那个程鲁老师 片子很流畅 拍摄技巧上是没问题 我通过这个片子还学到点拍摄的方法 为我以后拍片子可能会有借鉴的地方 就是拍马 最好还是用仰拍 而不用俯拍 仰拍更显得这个马的伟岸 谢谢程鲁老师 非常好奇德格纳导演 为什么会想到去四川的藏区拍这样一部片子 您又是怎么样找到丁真 尼玛兄弟 还有各位老师的呢 我们一开始就是去采封 然后后来有想到丁真 其实这个我觉得编剧老师说比较好 丁真本身就是一个很完整的角色吧 就是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人 他不需要去 扮演什么 对 对 然后他骑在马上或者他走在河边的时候 就他跟那个天和地挺搭配的 马下老师您是汉族还是 汉族 这个4800的海拔 最高是5100米 对 最高5100米 铁区山就是遇到旅客那个场景是5100米 您又是编剧又是摄影之导 对 实际上我是被那个硬着顶上去 因为我们那个编 就是一开始请那编剧 就是刚到那个371就倒下了 然后就就就就回成都了 对 就就最后全剧组就剩三分之一的人了 剩下的都抱一枕都跟那西洋 那是我第二次上到高原了 就是我都会觉得高反非常严重 确实有高反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那是浮肿 每个人的那种高反都不一样的 我是浮肿 我那个鞋都穿得很困难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进度可不是非常非常慢吗 还是挺仓促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多拍几条 对表演上我也没有太多的 这个空间去给他们太多调整 你好 我就是想简单说一下 作为观众的感受嘛 因为我之前是在手机上看过 咱们这个节目的一些片子 就其实我不太能理解 现场观众的一些情绪的波动 但我今天就是坐在台下 然后通过这个大屏幕去看这个 这个影片嘛 就我很就有被打动到 因为它的画面就很细腻 这也是通过手机这个戒指是传达不到这边的 必须要通过大萤幕才能够感受得到 我坦白说如果我在手机上看到 德格纳导演这个片子的话 我可能会睡着 但是如果我在影院里或者坐在这里看的话 有带入感的就还蛮喜欢这个片子 所以就谢谢德格纳导演给我们带来这个片子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作为一档综艺节目 导演请指教 已经放了接近数十部短片的所有观众 都是在一个极小的屏幕上 看大家创作的大屏幕作品 尺寸直接影响创作逻辑 这个逻辑是巨大的影响 人拿着手机看 是有一种强烈的掌控感的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握着呢 我想调倍速就调倍速 我想拉到我看的地方就拉到我看的地方 我想快进就快进 画面是我的 我操纵它 那个状态 我们看东西就带了目的性了 在那种逻辑下 完成的小尺寸的画面创作 是有它的游戏规则的 它要让我们产生掌控感 然后刷出15秒钟爽一下的视频 然后会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但是屏幕远了 大了 我就小了 人渺小了 我们陷入到一个群体的仪式的狂欢当中 我跟身边的人 我们谁也没有掌控 没有鼠标了 没有进度条 没有倍速 我们安静地看 他在讲一个故事 是他在掌控我们 那种渺小的感觉的基础之上 那些雪山 那些巍峨 那些伟大 那些意志的遥远 那些远方前面 才跟诗相关联 这是为什么刚才你说很对 我现在有一种极大的遗憾 就是我们所有这个节目 开播到这一期了 到靠近最后一个赛段了 我不知道有百分之零点零几的人 真正在这个维度地 看过我们所创作的所有作品 我们是在这个尺寸的逻辑下 完成的创作 而大家却在另一个逻辑下 完成观看和评论 而且还发着弹幕 这里面有一种巨大的误解 但我在这里真诚地 跟所有屏幕前 看综艺的观众们分享 如果有条件 在投影上看吧 把一个90寸 或者110寸的投影 尽量模拟一下 那个尺寸 尽量把我们 放在进度条 和背速器的手指拿下来 让我们渺小一点 因为那种状态 我们离藏族朋友的生活 才靠近一点 雪山在那儿 仰视他不是想着 把他踩在脚下 谢谢 我说点 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吧 其实录完了第二赛段以后 我说我不录了 我一直是一个 非常保护导演的制片人 我很难接受导演 站在舞台上 接受指责 所以在第一赛段 德格纳哭着说 我能不能看生活拍电影 我们一定要看电影 才能拍嘛 你能不能看生活就可以 就过生活 然后去拍电影 我没有办法接受 导演在上面 被大家去这样子讲 因为一个艺术创作者 他非常非常需要保护 创作者非常非常的脆弱 那我们做电影 其实文艺片是很难 被推向市场的 很难被观众看到的 所以我们才去做商业片 对吧 那我很排斥综艺性 我很排斥综艺感 这是我来到这儿 非常难受的地方 但是如果他不具备综艺性 他不具备综艺感了 那这个综艺 如果不被观众看到 那这些导演的短片 那自然也就看不到了 所以换位思考的时候 我会觉得 在不同的领域和属性里 我需要成长和接纳 其实我们一直在 第四节目组的规则 因为它没有规则 你是文艺片好 还是商业片好 所以我一直在去讲平衡 可是真的能平衡得好吗 可能因为有这个节目 增增收获了四千多的粉丝 可能因为有这样的节目 观众知道德格纳是谁了 他可能有机会 去看这样的创作了 可是就是在这样一个 我非常非常排斥的 综艺的地方 让这么多的导演 拍出片子了 至少在这一轮道 看到德格纳 我们已经看到了 三十个短片 难道这些短片 不是用前拍出来的吗 所以这个事情教会了我 不要戴着有色眼镜 去看待任何一个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的是 方力工作室 德格纳导演的影片 《两匹骏马》 最后的得分是 展映口碑分 83.1分 现场口碑分 72.3分 平均 77.7分 展映上座热肚子 18.6 不负低了 德格纳导演最后得分 96.3分 96.3分 非常恭喜德格纳导演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有些什么想跟大家说吗 谢谢 谢谢 这个片子 这个片子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有我们摄影 编剧 还有各个演员 然后谢谢方力老师 还有所有老师的指教 谢谢你了 谢谢 谢谢德格纳导演 请到后面去休息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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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